有民眾行駛在台七四線上 發現那次的車道怎麼有一張雙人沙發 原來是粗心的駕駛沒有綁牢固 疑似被強勁的風勢吹落 駕駛也趕緊下車 冒險衝進了車陣當中去撿沙發 還好後方的駕駛都有看到 驚險的繞開沒有撞上 網友也嘲諷說家裡缺什麼 就去台七四線撿就有了 警方則表示這樣子依法 最高可處一萬八千元罰還 前面車輛亮起雙黃燈 接著向摩西分海往左右兩邊扣 駕駛正一貨者 突然映入眼簾的是一招雙人沙發 當然是危險 那個後面如果跟得太緊的話 就會可能發生車禍了 睜大眼睛放大看 真的沒有眼花看錯 雙人沙發就掉在台七四線 西下26公里處內側車道 民眾直呼太離譜 繼續往前開 發現路接停了一台小貨車 是粗心的駕駛 小跑步打算把沙發領回去 網友開玩笑根本是移動沙發 家裡缺什麼去七四檢就有 更有人嘲諷 是不是知道七四會塞爆 才貼心設置沙發 給塞車駕駛放鬆行情 曾經有看過床墊很大的雙人床 是覺得說天啊 連這種物品都可以掉落的話 我們要去買床墊的話 可以自己先到路上景看看 一太左遠景 立即上去四線巡邏 未發現 已通知車主到岸 不只在台七四線 國道上掉落物也離譜 先前有旅梯沒綁牢 風一吹就飛走 甚至有木板直接砸到後車擋風玻璃 依法最高可處一萬八千元 還好這回沒有釀成意外 否則就成了罵陸寫第一次 記者潘欣宜 洪傑明 台中報導